他总像个机器人一样监视着我 甚至还跟踪我 我一点自由都没有 我只是想珍惜和他在一起的 每一分每一秒 可他总是误解我 他的要求实在是太多了 我在我朋友面前都抬不起头 每次我关心他的时候 他根本不灵情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张28岁 来自吉林剪辑师有请 女嘉宾小鱼23岁 来自浙江助理 有请小鱼 有请 欢迎两位 剪辑 对 您是做什么助理的 董事长秘书 董事长秘书应该 做事都有条不紊的对吧 对 紧紧有条的是吧 然后男朋友说 在生活里你也很紧紧有条 对不对 一点吧 也不算太 我觉得 也不算太过啊 但是男生有点受不了了是吧 对 我跟他相处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发现 就是我感觉在跟一个 就机器人谈恋爱 而且他就是不知道 最近受什么刺激了 就管我管得非常严 就控制欲特别强 然后我现在就是实在受不了 行 那咱一点点说 怎么叫机器人谈恋爱呢 他给我弄了一个什么 就是破好感度系统 就是说我如果没按照他的要求来做 他就会扣我好感度 那不是觉得好玩吗 情侣之间不应该有点情调吗 好玩 那情侣之间哪有这么谈恋爱 哪有正常人是像咱们这么谈恋爱的 就是什么健康小常识 然后天气 就是不差一分不差一秒 就在那个点给我发 然后一开始觉得我 我还觉得挺新鲜的 但时间一长 就是他就像那个公众号推文似的 我就感觉像在公众号推文 而且我们是男女朋友 我不给你发 我跟谁发 就是这个就也还好 但是他后来呢 要求我就是每天必须 就是喝满八杯水 然后每喝一杯水呢 都要给他拍一个视频 过去跟他报备 那不是怕你忘吗 正常喝水就是渴了就喝呀 没必要就是强求啊 这个事件 这不是为你身体好吗 而且我每喝完一杯水 他给我发过来一个 今日八杯水任务完成度 一杠八 两杯水就是二杠八 三杯水就是三杠八 那要完不成呢 完不成的话 他就会扣我好感度 然后这个好感度 就也还要看他心情 扣多扣少 全看他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扣吧 那是视频是吧 对 我要报备嘛 就是喝水的报备 这个好感度为什么捡我啊 因为 看到了 牛肉火锅很辣 我最近长得我不应该吃的 那好感度为什么又复食呢 因为我谈了三个问号 因为他还有一个什么呢 因为标点符号不可单独发 对对对 您这是自带测试系统是吧 哎呀 这弹窗厉害了啊 还挑我鱼法上的错误 我看出来了 那我问一下 今天你的好感度是多少 今天的好感度 别挑 好感度扣十 我也自带了 每天都要这么做吗 对啊 如果不这么做 真扣分吗 真扣分 那扣了分之后怎么办呢 有那个底线分吗 有 就扣到一百分左右 就是会有惩罚 满分是多少 满分是520嘛 如果扣到 一百分 或一百分以下的话 是有惩罚的 什么惩罚 就比如说买礼物 这就惩罚了 惩罚过之后 还给把分加回来吗 平常如果说 他对我好的话 会加回来 加到520有奖励吗 有 啥奖励 他想要的那些东西 我会给他买 这是一个很好的 幼儿园管理方式 就是给你一段小红花 测评体系 真这么干啊 但是我从来没达到过520 因为他这个测评 就很主观 没有一个系统 比如说 有一次 我就是晚了半个小时 回他消息 我当时一共是200多分 他一下扣了我300多分 欠债了 就还复分了是吧 对 还复分了都 然后我就得给他买礼物 然后哄他 然后他这个好感度上来了 然后我们才能正常地 作为一个情侣去交流 就是他这个考核的维度里 都涉及一些什么呀 我认为就是 只涉及一件事 就是他的心情 那如果说你做好了 我也不会扣你分啊 不不 咱先客观地说 都涉及到哪些 你比如说 我看约吃饭 刚才我看到了就算是吧 还有啥呀 这就是他不关心我啊 明明知道我长得都不能吃辣的 他还专门要去吃辣的 或者说说错一句话 或者说不够细心也算啊 如果说没有喝水也算 行 所以你对这个考评理解是对的 就是心情 天天就这么干是吧 对 就天天这么干 然后挺受不了的 而且呢 到了后来 他还直接升级了 升级到一个 每天的一个报表 每天 然后我只要一离开他了 然后我就要开始 就是不管做什么 然后我都要给他报备 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 然后都干什么了 就是事无巨细地 要跟他报备 如果说我晚上回去给他看表 他觉得不行 我还得重洗 因为他平常太忙啊 他也不经常给我发消息 然后完了之后 每次都是不回消息 我就想了这么一招 但他也没做多久啊 你就做了半个月不到 我就不让你做了吗 我能坚持到半个月 我觉得我已经 挺有耐心的了 而且他觉得我在公司 跟他报备的还不实 然后后来他直接 把之前的工作辞了 就跑到我公司来了 对啊 那我去你公司 我也没看到你有多忙啊 直接就24小时 都渐进了开始 所以他现在做 你老板的助理是吧 对 他在行政 我在技术部门嘛 然后有的时候 我在工位工作的时候 我一抬头 我就能看见他 就站在远处 就远远地盯着我 就有点恐怖你知道吧 我都感觉有点恐怖了 我也是有点恐怖啊 那别人小情侣 一天24小时都见不到面 异地恋呢 你一天24小时 都能见着我多好呀 那是正常情侣是好 那但是咱们这种 你带给我的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就本来说我白天上完班很累了 然后晚上我还要忍受你 我还要去哄你 忍受你那些小脾气 你要是出去什么的 不就能逃开他吗 我出去他也跟着我 就是比如说我跟我同事 出去吃饭 或者我跟我客户谈工作 他也跟着我 就有一次 我开车带着我同事 然后出去吃饭 然后我一看后视镜 然后就能看着他 就离得也不是很远 就在那盯着我 那不是我想知道你去呢 你这种事情 可以直接跟我说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跟踪我干什么 你都没有回我消息 打电话又不接 那我只能跟着你了呀 我都说了那是忙嘛 有时候忙是真回不了你啊 那不行 就好不容易放一次假 然后我去见见我朋友嘛 然后有一次 我们就是出去小聚一下 我们六七个人 一个小酒馆里 然后我去上厕所的时候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人很奇怪 裹得很严实 还一直低着头 然后我就多看了两眼 然后我一看 这不是我女朋友吗 然后她就这么跟踪我 那你跟你朋友出去的时候 从来不带我 我不带你 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我之前跟我朋友聚会 都带着她的 然后呢 她就是就开始闹 开始作 比如说 她说我跟朋友A 说了10分28秒的话 然后我跟朋友B 说了5分8秒的话 我跟她就只说了7分钟的话 然后她就说 我师父不如你的朋友啊 怎么怎么样 对啊 你老是说什么 没有这回事啊这样子 我把证据录下来给你看嘛 那你这 你就是在乎你朋友 比在乎我多呀 不是 这是同性朋友 还是异性朋友 都有 你可以私下里跟我说呀 你就当着我那些朋友的面 你就直接翻脸 发皮屑 弄得我朋友都很尴尬 天哪 而且有一次也是 最后一次带她跟我朋友见面 她就直接都要上手打人了 我可没有 我只是提醒一下人家而已 那叫提醒吗 你都上去耗人头发去了 那你们俩站一起 站那么久 这么亲密 我看到这么久 你们俩也没分开呀 你们俩早分开的话 我也不会去上手打她呀 我说了 那是我就是处得很长时间的一个朋友 而且你 所有女生都是你好朋友 是吗 没有 就是那个女生 而且你指着别人鼻子嘛 指着人家嘛 我只是好心地提醒她一下而已 不是 怎么了 刚好你作为我的男朋友 不应该站在我旁边吗 是 是 是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那一天 那天我们在外面聚会的时候 聚会 然后她跟那个女生站在一起 她跟她手搭手 手搭手怎么个搭法 手搭她的那个女生的肩膀 就过于亲密了不觉得吗 然后呢 然后我看了好久 然后他们还是没有分开啊 然后你上去揪了她的头发 揪了那个女生的头发 我只是善意地提醒她而已 我问姑娘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样正常吗 就这感情上你觉得舒服吗 其实我刚开始 我也不是这样子的一种交流方式 就在半年前左右 其实也是家里发生了一种变故吧 就心里就产生了一种 时间观念很重要 然后再加上职业的关系 就说话也变得很重要 然后我就发现这些 平常很不经意的东西 但是能在心里面 压出一个很大的石头出来 不是 就是这么说嘛 你有没有觉得 你和你男朋友这段 关系的紧张程度 在逐渐升级 你有感受到吗 就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紧张 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 我知道 因为她之前 其实她之前也比较 对我比较上心 她这段时间对我很不上心 她刚开始也不是这样子的 那都哪些是让你觉得 她不上心 你要去升级这个紧张等级呢 我生日的时候 她那段时候刚开始创业失败嘛 然后我也想着你别买礼物了 我也挺就是理解她的 然后我让她买一束花给我 花也不贵其实 但是她当天也没有给到我 就空手来的 我在我朋友面前很没有面子 你作为我男朋友 我生日的时候连礼物都没有给我 我不是没买 我是在网上买的 我今天在网上买的更好一点吧 她可能就快递骂了 她可能就快递骂了 她可能不是在生日当天送的没有意义啊 你为什么不算好时间呢 你对所有事情都是这样没有计划 好 我给她所有的东西我都很上心的 我都会把她所有的安排好 她就一直都有一直很不上心 包括那次去滑雪 她跟我说她做好了所有的攻略 让我跟她去就行了 但是到了那边排了三四个小时队 完了也没完多久 就说走了 我之前是看了攻略 就人家说就是直接去就好了 然后桌面直接租就好了 排了三四个小时队 你怎么不说呢 他们晚上也有都说要提前去啊 你路线什么都定好了 就不会这样子啦 我没想到就是那天 就那天人会那么多呀 然后装备也没有我们的型号嘛 这个没什么可以再去啊 第二次再去就好了 第二次我们再去了 我就把它所有的装备全都买好了 然后完了之后把所有的路程 还有酒店全部订好了 她没完一会儿就说不想玩了 就跟我闹脾气 就直接把我甩在那边走了 我一开始是觉得滑雪好玩嘛 然后我就想去试试 然后咱们去滑雪嘛 然后那天就摔得特别疼 你知道吧 就很疼 你看初生 你看他还说我交情 说我做你 你这么一个大男孩子 你摔几跤就疼 就不想玩了 你不交情吗 所以大概在女生内心的反馈时 我过生日你的不重视 是为默示 我们一起出去玩 让你安排 你没有细致周到的安排 是对我的不在意 对 我安排好了我们再去 你只玩了一会儿就要走 是你想脱离我 再敷衍 这是不是你心里的感受 是 所以层一层下来 你那个也在加码 你是觉得男朋友很帅是吧 刚才也说他异性缘很好 是个事实 还是你自己的一个心里的一种感受 我们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出去玩 也是就坐在那边 我们两个在聊天 我们一堆人在聊天的时候 有个女生就凑到他身边来 就说好久不见啊 好想你啊这种 那个是我的前同事 就我之前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 是一个就是很好的搭档 处得很好 每个女的都是你很好的搭档 很好的朋友是吗 那个不真的是我的前同事 她是那天就正好偶遇了 然后就过来续一下旧嘛 那我们聊了那么多工作上的事情 你没听到 你就听到了那一句啊 容易让人误会的话 就好久不见怎么样 那半夜给你打电话那女的呢 跟你说 你到家了没有啊 我在这儿等你啊 那个是我的邻居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我有个邻居就住在我楼下 然后那天他是把包拉到我家了 然后他向我连接上我 你说一个女孩子包放在一个男孩子家里面 他笑话吗 正常吗这 这个世界没有莫名其妙的爱 也没有莫名其妙的恨 没有莫名其妙的怀疑 和没有莫名其妙的被怀疑 女孩刚才我恍惚了一下 你大概说了什么半年前有一个变故 什么变故 方便说吗 我父亲在半年前去世了 然后但是我在异地赶回去的时候 就差那么几分钟 但是我没有见到我爸爸最后一面 所以说我就觉得时间特别重要 我也特别想跟他珍惜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 就是紧张他是一个方面 害怕他变心了 跑了 这段感情没有了是一个方面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你在内心里面觉得准时 守时 或者点滴的记录是人生特别重要的 因为父亲走了 是这意思吧 我也知道他那些事 有时候就是 现在我就实在 就在这段关系当中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了 就感觉太累了 你有话直接说 别绕圈圈 我来确实是想分手的 就我也很纠结 因为之前 前半年的时候我们相处的时候 其实想起来还挺好的 还挺快乐的 然后到现在我感觉就是 他变成现在这样 但是我实在受不了 我就想能就是找一个 男生的意思是 如果能回到半年前的时光 一切像我们初见那个样子 我还很留恋 但是现在这个样子我无法接受 是这意思吧 对 女生的父亲是在半年前去世的 对吗 那是一个应激性的创伤性的事件 所以老师们怎么看待 这一对的关系 如何帮助他们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如果我们今天 仅仅听男生的描述 我们这位小妹 真的爱情不能这么玩 爱情是要被玩坏的 男生说 自己的女友像机器人 您其实内心也是明白 爱情它是不能机械化的 机械化操作的爱情 那它当中一定是没有爱情的 作为一个女生 我们把时间浪费在 控制男友身上 这肯定会出问题 很显然 过度的控制 一定来自于 过度缺乏的安全感 我想请女生再描述一下 这个女生和您的这个男友 亲密到怎样的程度 就是她把手搭在了 那个女孩子的肩上 当着你的面 对 多长时间 很久 半个多小时左右 天下没有一个女人 忍得住 对 她的情绪失控 是被你逼了 所以很显然 在你们的爱情交往当中 女生的原因很大 但更多的 她在你身上 真的看不到放心 看不到放心 就没有了安心 没有了安心 也就没有了安全感 再加上 半年前 她父亲的意外去世 她就耿耿于怀 那一个时间 她就用时间 来控制自己的男友 当然要掌握一个度 您的方式 太累 而且很容易 成为毁灭爱情的元凶 但是我还是认为 女生事出有因 我表达理解 首先 在经历过这个 应激创伤反应之后 你一直深陷在 这个痛苦当中 你虽然看似好像是 有人把你救上岸了 但其实你的心里的 疗愈的过程 还没有完全地完成 所以之后 你和她在一起的 每一天其实都是在 治愈自己的一个过程 但是治愈你自己 你却在伤害别人 不能拿自己 曾经受伤的这个伤口 然后再转向 把这个伤害 加在别人的身上 然后其次 我并不觉得 你对她是爱 你对她只是一种习惯 这种习惯变成了依赖 她只是在你 快要被淹死的时候 变成了一个救生圈 让你漂浮在了这个海面上 可是实际上 你不能一直生活在海上 你要上岸的 你不要把现在 对她所有的种种的 这种行为称之为爱 这不是爱 你是真的没有 对她没有安全感吗 不 你是对整个世界 和你的生活 没有安全感 而她恰好是你生活 和你世界的体现 所以你把这种 所有的注意力和关注度 全放在了这个男人身上 其实姑娘 我觉得你 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看到 当这个男人 他不值得 你再去怎么样的时候 你看到他跟别的女生 纠缠不清 看到发现种种 你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一个很有原则 和底线的女生 你应该现在 做的是转身就走 而不是和她纠缠不清 所以我觉得 你应该 好好地静下来 擦亮自己的眼睛 看到你对她的 这段情感 其实是你在 疗愈你的伤口 并不是你要的爱情 你想明白了这一点 所有的东西 就都释怀了 谢谢 你们在一起多久 在一起一年了 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知道他心情不好 然后我就想着 就是就带他出去玩 就像那次滑雪也是 然后我就想着 带他一起出去 然后出去吃 他还吃的东西 就是你很关心他 照顾他 对 你觉得有这么一点时间 就可以完全治愈 他的伤痛 非但没有 而且其实他对你 以前的所有的做法 但凡类似的 情况再出现一点 对他伤痛就更大 你的异性缘很好 但当中你肯定 做了很多 没有尺度的事情 比如说把手 搭在别的异性肩膀上 半个小时之久 一个说晚上 等着你的女邻居 还有一个想着你的 前女同事 真说不过去 刚才几位老师都说了 说了女生的确是 需要治愈 需要去缓解 这种依赖的状态 但是你给她 什么依靠了吗 你没有啊 你没有给她 所以她需要的那种 安全感 信任感 那种温暖 你烦了 因为你心里 真的是这个女生 没有多么的深 可是女生呢 你的问题是 你以为她是真的爱你 你以为她是能够治疗你 伤痛的那个疗药 但她真不是 她能做那些 表面文章一时 但是无法给你温暖一世 你如果想让自己 能够温暖走出伤害的话 你必须得靠你自己 如果你不想走出来 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你 所以说自己走出来 不要靠其他 好吗 就这样 极端性格 就不能谈这种恋爱 就不能找这种人 你本身就是个 一燃品一爆品 你放火堆旁边 可不就着了吗 是吧 姑娘 我给你的建议很简单 最新工作吧 你要不来我公司 我觉得你特适合 当产品经理 我公司缺一产品经理 你考虑一下 如果基于工作的角度 我特别欣赏你 非常的好 很有趣 你的整套系统 虽然很主观 但它很有趣 但是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你所有在他面前 表现的理性都是假的 我们有一个词叫 情绪理性 就是你装出一副 很理性的样子 其实都是陷在情绪当中 为什么 因为他恰恰是那个 最能挑动情绪那个人 其实你从跟踪他 跑到他公司的时候 你就应该想明白 必须得跟他分手了 他就是 穿进你这个油库里面的 一个小火苗 你知道吗 他迟早得点燃你 迟早得把你给毁了 何必呢 这恋爱不好玩 别玩了 就真的 你接下来一段时间 最新工作 对于你 对于各方面 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他说是我抚慰了你 其实是他在不断地 挑动你的情绪的波动 但这事你说都说不出来 因为你说不明白 你知道吗 你就感觉 是啊 他是在陪着我呀 但他在陪着你的过程之中 并没有抚慰你的一颗心 趋向与平稳 反而让你这颗心 不断地剧烈地波动 反而让你的情绪 让你的性格 越来越极端化 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没有谁好谁坏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问题 都很大 对于你来说 我觉得你要吸取这个教训 就是你要好好谈恋爱 他很可怜嘛 虽然做了那么多 特别极端 特别不好的事情 真的是很不好 过度地侵犯个人隐私权 自由权 你已经变成了 你小时候 可能连想都不敢想的那一个人 我不知道你今天脸上这个妆容 是造型是给你画的 还是你自己画的 我本身平常就喜欢这样子的妆容 你从来都是这样吗 很多年前也这样吗 不是 对啊 所以你得想一想 你的审美的改变 你对于生活里面 很多事情判断的变化 究竟是为什么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这股狠镜 越来越多地表达出来 我相信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离火焰远一点 就这样 你们在讲话的时候 我就脑子里面在复盘整个的这个 他们谈话的过程 然后我突然发现 人真是每一个人都特别特别被容易暗示 对吧 其实我们上来就被这小子暗示了 你们在聊的时候突然抽身一想 你说他给我们看的那个微信聊天 像不像关系挺亲密的情侣之间的开玩笑啊 一开始的时候 特别像 女生说我弄一个那个温度表 男人说好啊 扣分嘛 没有人当真嘛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强化 你看我对他多好 你弄这种情绪的温度表 我都配合你呢 发现了吗 这是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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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来的 就是我们也被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给控制了 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不是这样开始 否则他怎么忍受得着 到后来的大表事件的时候 男生还是在配合 就是在这个他去跟踪你 他辞了职跑到你的单位来 在你工作的时候站在你背后那种阴森恐怖 在这个层面来说你是受害者 但是在这段整个的关系里来说 你也是一个失害者 就这姑娘一步一步地做 主观上面是你的问题 客观上面是他一步一步地在配合 迎合 那你不喜欢你为什么要配合 为什么要迎合 所以不要再纠缠了 特别是女生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想的 但是来这的目的其实也是 就是想让有个人能就说出来咱俩的问题 如果说之后问题能被解决的话 我想还是能回到就是 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对这段感情还是有些向往的 很多时候 我都觉得自己像一颗善二奎一样 你出现在我生命里的时候就像一束阳光 我不希望你离开 谢谢两位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 预测一下 我认为两个人都不会出来了 我也觉得两个人应该都不会出来了 双不出 双不出 确定吗 那女生可都说话了 你就是那一束光 我就是向日葵 你来的时候就照进了我的世界 你们还这么信心满满是吧 来吧 我们一起看结局 请开门 所以生活的一切 就是为那几个字 只要我愿意 关你们什么事 男生所有的诉苦 只是倾诉而已 说明他还能够承受 那我们就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 请见证 好 谢谢两位 既然你们还愿意在一起同舟共济 那就祝你们彼此能够宽容对方 好好的开始你们的爱情 谢谢两位 请回 好了 如果他们愿意在一起 如果这段感情可以两个年轻人变得更好 让他们的生活觉得更稳定 更向阳 那我们就祝他们 谢谢